武汉开车有多野 或红绿灯挑自己喜欢的颜色 或斑马线挑自己喜欢的车噴 要么亲着前屁股走 要么停着等别人闻味道来 打灯是对你的尊重 谣创是关心你家人 在武汉开车各凭本是全员恶人 单车道几乘三车道 三车道几乘五车道 变道不打灯 打灯变三道 你敢让道就敢让你在原地过夜 有位在武汉开习惯了的网友曾经表示 在别的城市开车 有种降维打击的成就 所以不要问为什么斑马线上车不让人啊 大家都是激动车 我凭啥让你 一个字 绝 不仅如此 在武汉无论你开的什么车 都会有人变 只要你的车头在他们前面一变你就赢了 有网友就说 有次犹豫了一瞬几进来八辆车 起步慢了一秒左右夹击 甚至电瓶车都变进来了 武汉的马路仿佛被套上一个半 不管多温和的人上了路也会被同化 我男朋友老武汉 平时很温和很温柔的一个人 一上路就跟被夺舍一样 有没有开过的来说一下